据央视新闻消息 第24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将于12月7日在北京举行 对此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汪文斌表示 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是双方领导人年度会晤机制 对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着重要的战略引领作用 本次会晤恰逢中欧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 和中欧领导人会晤机制建立25周年 中国各界和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汪文斌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国际局势加剧动荡 世界经济动能不足 全球挑战层出不穷 中欧关系也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中欧是伙伴不是对手 双方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 中方期待此次领导人会晤发挥成前起后 既往开来的重要作用 通过战略沟通增进理解互信 通过开拓创新加强互利合作 通过对话协商探讨解决问题的思路 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